我没带 我都说了 我真的已经背下来了 卸妆湿巾 补水面膜 保温杯 小袋分装枸杞 无糖低咖啡因 儿童温度美食咖啡 还有一堆化妆品 我也分不清楚啥是啥 就全带了 你懂你挑吧 散拿了吗 今天又没下雨 就算是不下雨要时刻背这三 一是遮挡 二是有人拍的时候挡住脸 穿得少了挡住腿 一会儿到了现场赶快去买吧 今天是出血之下第一次盯装 明哥一会儿也会来 一点差错都不能出 出血之下 那不是李戴轩 别提那个名字 总之女主角换成了咱们孟茫 低调点 还没官宣呢 他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那位刚走 咱们就接上这个戏啊 上面个意思 我怎么知道 孟茫来了 孟茫 喝咖啡 小心点 送了这么多次咖啡外卖 终于自己也能尝一课吧 这就是传说中的星巴克了 好苦啊 孟茫 你最近很宠这件衣服吗 第一次见你穿宠样的衣服 上次你去公司也穿的这件 我没办法每次都替你拿衣服 以后你只要出门 就从箱子里面拿 照着我给你拿的穿 照着我给你拿的穿 哦 对了 这好像不是咱们 上无要求主推的牌子 要不跟宣传那边说一声 咱们立个切剪扣的人设吧 让跟咱们合作的公众号 集体发一发 别 我只是最近有点犯了而已 也好也好 还是咱们梦想的周到 最近还是低调点好 毕竟出血之下 那边还没官宣呢 哦 对了 你应该让我告诉你 如果今天在组里 有人不长眼色乱说话 你千万控制住自己的脾气 李泰轩那事没过去多久 难保有人敏感多心 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啊 嗯 往哪开呢 那是出口 吓死我们梦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给你介绍一下 实际下的执行制片人 燕子老师 燕子老师好 叫我燕子就行 大制片人不在 我就是一干活的 当不起 燕子老师你好 我是他的执行经纪人 刚上任不久 刘老师 您这边先坐会儿 好好好 对 你先去那儿坐会儿 姚孟贵 所以全天的时间都没问题吧 时间没问题 燕子老师 要不要跟导演那边先打个招呼 张导那边 我们最近警出了点问题 张导去看脚了 谭平老师 演员到了吗 到了 那叫演员过来换衣服吧 今天衣服比较多 要多拍几套备选 晚上呢再拿给导演定 好 好 晚上到 谭平老师 导演不在这个批窗吧 明哥还把全天时间都挪出来了 让人家随意择起 孟孟肯定越要不高兴 你看着 他马上就要发火了 今天就醒过去吧 走 他这不是挺高兴的 这是有大局关 心里肯定是不高兴的 那他这不高兴 还挺别致的 你们这些人懂什么呀 难道他和李戴轩吵成那样 就是为了演这部戏 这部戏是内定国际电影节奖的吗 值得我才跳楼 喂 我问你个事 放吧 你那边怎么有点吵 你在干嘛呢 我刚刚去机场接宋慈哥哥了 刚把他送上车 我跟你说啊 哥哥最近真的太辛苦了 昨天刚去韩国拍了广告 今天一落地 马上就要赶国宁的行程 打住打住 我是想问 出血之下这部戏 算是个好机会吗 从客观角度分析 不要从宋慈他妈的角度分析 谁是他妈 那个叫妈粉 况且我也不是 我是女友粉 你不懂就不要漏气了好吧 我的错我的错 那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吧 出血之下算是个好品吧 好品 就是好资也好项目的意思吗 出血之下的出品公司是大公司吧 导演张军卓呢是从国外回来的 去年好像靠小成本文一天 拿了两个小电影集的最佳导演奖 所以还挺多人看好他的第二部项目 就是出品拿奖去的 谁知道 这么快就因为李戴轩的事情变成毒饼 毒饼 这是好品的反义词吗大哥 你自己主意反三一下行不行 他现在不是得坏人吗 说谁的都有 他的粉丝也是疯了 得谁撕谁 还听邮加速说什么 导演非他不可 没有他就不拍了 算了不跟你说了 我这还有正事呢 那你现在呢 跟着创刺跑了 怎么可能 只有私生才跟非公开形成的